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 小马AI疯狂GTA5的第三课 今天的主题 大家请看 Direct Input移动老崔 是这样 咱们上期使用Auto GUI 在我的世界中 可以自由的移动主人公 对不对 但是却不能够在GTA5中移动老崔 为什么 因为两个游戏使用的技术不一样 今天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如何在GTA5中移动主人公 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使用Direct Input的方式移动老崔 为什么要使用Direct Input的方式 是这样 首先说一个概念 DirectX 这个是微软公司 为游戏开发所提供的一套底层库 而GTA就是用DirectX进行了开发 那么他如果想移动主人公 各个操作都必须基于DirectX的方式 而上期Auto GUI 是基于普通的WindowsAPP的处理方式 所以说并不能够生效 那么今天咱们就模拟Direct Input的方式进行移动 再看看行不行 OK 是这样 今天为了实现今天的逻辑 我给您准备了三个文件 哪三个文件 咱们一个一个来看一下 第一 Direct Input Keys是这样 DirectX它是开发游戏专用 对不对 它把键盘 鼠标 游戏手柄 都做了一个重新的定义 那么咱们在这个文件中 就对DirectX Key的方式进行了重定义 之后才可以操作GTA 一会儿咱们会看到这个文件的内容 接下来HERO 是这样 我在做这条课程 我想是做成面向对象的编程方式 那么咱们操作主人公 这个主人公我认为就叫HERO 英雄 对吧 我把主人公进行了封装 那么以后咱们现在操作是老崔 咱们以后可能会操作迈克 操作弗兰克林 对吧 不管操作谁 咱们只要去NEO一个 或者说去实体化一个HERO对象 就能够操作任何的主人公都可以 然后这个HERO类里面 有主人公的各种各样操作 跑跳投射击都可以 一会儿咱们也会看到 接下来 PLAY 这个类的内容非常简单 就是咱们整个程序的入口 对吧 就是一个启动函数就够了 好 那咱们一个一个来看 首先Direct Input Keys 重新定义了键盘布局 一上来 Input的一个C types 这个是C函数的结构体 这个地方 我引用了Win32的一个 Send Input的函数 这个函数是底层的 模拟键盘鼠标的函数 OK 再接下来 我重新定义一下GTA5的键盘 哪些内容 大家请看 比如说 前后左右的移动 但是这个地方 大家注意看 可不是咱们ASK码 这个是Direct Key的定义的值 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 它不是ASK码 好 这定义了 前后左右 移动主人公 小键盘也定义出来 然后跳跃 咱们是空格 这个地方是19进阵的39 冲刺 是左Shift 对吧 载具 F21 然后潜行 Ctrl C下后看 切换武器 Tab 这个地方其实很奇怪 怎么这个 键这么多 为什么这刚到F 刚到15呢 就是因为 开发游戏 用不着键盘上这么多键 好 包括这个功能键 装填弹药 进入掩体 这个东西 以后咱们都可以慢慢的去演示 完全没有问题 然后鼠标这个地方 我没有定义 为什么 因为是这样 今后我准备是 自动操作这个游戏 所以说鼠标东西 我简直不用 是这样 包括这个 比如这个鼠标 主要是拳击对吧 这个我以后把它重定义为 键盘的某个键 而不用鼠标去点击 好吧 OK 接下来这个是 这个类的比较底层内容 重新定义C的结构体 包括操作模拟函数 大家请看 这是咱们一会儿 要输出的两个函数 一个是按下键 一个是抬起键 好吧 比如说这两个函数的内容 看不懂 没关系 这个不是咱们这次课程的 主要内容 好不好 OK 接下来 咱们看一下这个hero 英雄类 这个非常简单 这个一上来 大家请看 先把刚才咱们定义的 这个key的布局 通通的引进来 OK 然后咱们看 定义这个主人公类 hero 然后这是一个 数字化构造器 这个传入 比如说 崔弗 老崔 麦克 都可以从这传进来 这是一个测试函数 问好 然后这是日日输出 然后接下来 大家请看 奔跑 在GTA5中 咱们如何模拟奔跑呢 请看 按下左shift 按下w 然后 睡一段时间 它就奔跑嘛 在睡的 比如说睡3秒 睡5秒 它这个时间就在奔跑 对吧 然后 抬起w 抬起左shift 完成奔跑 对吧 OK 走路呢 同样 按w 这时候我们要按shift 对吧 然后抬起 左转 按a 然后抬起 中间是睡一段 睡的时间 就是它要 持续按下这个键的时间 包括右转 按d 没问题吧 今后呢 还有这个抢车 开车 射击 这个咱一点点的定义 这个类呢 我会一点点的完善 OK 接下来 play 这play就很简单了 咱们把这两个类 都定义完之后 咱们就是无非的调用它 对吧 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 实地画了一个老崔 这传了一个老崔的名字 然后这老崔 说hello 老崔跑步 老崔左转 跑步 右转 往前走 对吧 这些个函数 就刚刚咱们在hello里面 定义了这些个函数 好吧 就是今天咱们的课程 大概的内容 定义完了 那咱们马上运行一下 大家请看 这是我课程的目录 这地方我建了一个AI LEAP 对吧 以后咱们就操作 这个文件夹 今天呢 我先不给您讲 我这个工程的结构 咱们马上运行一下 下期我准备给您讲一下 我这个工程结构的 大概的内容 好 大家请看 这个 今天是第三课 所以我只写了R203 这个里面 定义了一个 今天的 要操作老崔的 基本的代码 一上来 大家请看 等待三秒钟 看错档 然后呢 实力化一个老崔的实力 然后呢 老崔做各种各样的动作 好吧 咱们就实验一下 看看行不行 准备开始了 好 大家注意看 准备开始了 Go 向前跑了吧 没问题哦 左转 哎 老崔上不去这地方是吧 老崔上不去这个地方 向前走15秒钟 其实就是这地方咱们完成的嘛 对不对 咱们呢 想操老崔 咱们就可以改嘛 比如说 稍等我先等我车去跑完了 好 这车去跑完了 比如说咱们一上来 咱们干什么 咱们让老崔 现在咱们老崔是冲着这个方向 对吧 咱们先让他 比如说让他左转 让他左转 左转 三秒钟 然后咱们让他跑15秒 就这么逻辑 咱们再试一下 看一下 够 左转 然后开始跑 是吧 咱们完全可以实现 没有问题哦 以后咱们正对于这个 咱们可以加上这个 比如说截车呀 掏枪开枪 都是完全没有问题 对不对 OK 然后是这样 这段代码 咱们是用DirectX直接输入方式 进行实现 其实这段代码也可以操作我的世界 咱们试一下 好吧 我再回到刚才我的代码 这代码 大家请看 跑5秒钟 左转 再跑 右转 再走 对吧 这段代码也能同样适合于我的世界 我的世界就要史迪夫了是吧 这就是应该赶史迪夫 无所谓了 咱们试一下 我开个我的世界 好 大家请看 这是我的世界 对不对 咱们再让同样代码 咱们再跑一下我的世界 注意看 咱们再试一下 Go 是这样 同样的按键 在JTA5中是跑 可是在我的世界中 就是潜行 因为他们的方式不一样 因为按照Shift中 我的世界它是潜行 对不对 大家请看 同样的代码 我的世界也能够用 那就是说 Auto GUI能实现的 咱们的Sand Input都能实现 Auto GUI不能实现的 咱们Sand Input也能实现 Sand Input也能实现 所以说是一个 Sand Input是一个挺不错的框架 今后有机会 关于Python Win32的课程 就是这样 关于Python 操作底层Windows Code 其实应用并不是很多 咱们只是在学的时候 我给您一带而过就可以 因为咱们操作 毕竟是今后如何训练模型 如何做这个画面识别 对不对 好吧 我看由于时间关系 这个视频就只能给您分享到这里了 谢谢您观看 然后是这样 下期我会把我整个工程的结构 给您讲一下 这样以后 我再开一些其他的内容的话 您能够在理解工程结构的基础上 就能够更加的容易懂 我讲的内容 对不对 好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 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了 谢谢您观看 咱们在下期再见咯 拜拜